今年十一月底 新規幼莺終於有自己的家 想要跟黃花蜥蜥抱去倒楞後 所以是很正開始 今年落過25號這就正在大爆發了 新規幼莺當紫惠 將已經躲了25年的五文匯印章改品 最想的不只是當紫惠和五文匯本人 不然還有一年人都受到傷害 加油業長 加油 為什麼總是要你走 他們的理由我們密碼接手 真的假的 所以我今天要說明 真的假的 謝謝你 這都我們的阿姨之類 新規幼莺再20年來 在五文匯的端南集合 用天賣打出貨物 甚至是騎起台獄 向國外對新規幼莺帶來 真好真正面目的印象 因此這段記者會 包括過去的志工 由醫院的孩子 也都站在來收聽 五文匯說 現在他需要一個公開度限 要跟他一個親背 所以要公開道歉 我要五文匯的清白 整個工程花了大約這樣一三億 我們有在任何廠商身上裡面 拿過一毛錢的回控 但是他用這樣指控 這九大罪的指控 新規幼莺是須用家庭變國小孩 現在這個大家庭發生了來亂 這對新規幼莺當四歲和五文匯都不好 對這些小孩更加是日出的傷害 搬到新家 第一天很開心 可是後來的日子是沒有 之前在救援社的快樂 之前在救援社的時候 總是一個人都沒有出現過 可能一年來兩次吧 就是可能過年發個紅包 不然就是什麼重大的事情需要來 可是到了新家的時候 多了好多我不認識的 我覺得在這裡以前在舊的優惠 我覺得大家很團結 大家在那邊都很好的 很有禮貌 現在旁邊的家庭都不一樣 以後同鄉有這麼困難 這段記者會就有人說 他早在實際上的生活 在哪兒給他們的思念 記者在臉欄 蔡宏報道 不要 感谢观看